你媽說你樂球拍得好 我來真的拍得好 但你出院 我才帶你四處來運動 好啊 不過我的天哪還有錯 不用拍她在那邊 當然 玄姐 你媽媽真是站在這裡 但你出院她後 還稍微看電影 就能跟自己一樣 很困 所以你要快好起来 等你好起来 阿嬷再用你的名字 给你办一个比赛 给你好好的表现 子琪 你可真厉害 你不愧是你阿嬷的小棉袄 因为躺在病床上 都得把你阿嬷兜得花枝烂颤的 我儿子就没有这个 谄媚的本领了 不然你教教我 阿嬷 竹琪的梅頭前 能不能说这种的 我夸子琪都不行 不然我做什么 你什么就不用索 我和子琪有的说 那是我们的缘分 有些事情 不是假就黑的逛 你别白了 阿嬷 你不要起来就算麻烦好不好 我是看你生病可怜才来看你的 你要看我不顺眼就直说 我走就是了 子琪 您阿嬷就是这样 说的是很直接 不过没人会拍她 可能是她刚才回来也没什么关系 时间过了得就了解了 好 好 我听你的 既然是这样 阿嬷就跟阿嬷两个人好好地上序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我没问题了 只要阿嬷不要再说妈跟妈的牌子 我说谁坏话了 子琪 可怜阿嬷之前对妈妈做过五回 现在五回公开了 所以她又不再去床出了 阿嬷对吗 对了 公开了 所以你不贪过五回 你可怜阿嬷 是说一个人要担心 都会有点担心 大家要保佑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把你爸说 你爸会处理 您是怎样 哪一向都走向你阿嬷 阿嬷 你对大家做了什么事 你不是怎样 说起这事来 我还要谢谢你 关我什么事 咱们没关系 你不要吗 嗯 你不要调歌的文化 我 有事就直接跟我说 丢兮 现在不说 之后治疗 不一样会说吗 那就不如现在不话说开了 子琪 你呢 现在是得了白血病 一定要骨髓移植 才有机会痊愈 不然的话 就只能吃药等死了 你听清楚了吗 那现在 为什么大家 对我态度都变了 是因为呀 我在大陆的儿子 哦 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跟你的骨髓 配对成功了 所以呢 他有机会救你 你现在的命啊 掌握在我 跟我儿子的手里面 你以后要对我态度不好的话 我有可能让你活不下去哦 你看 他就怎么获得了 伤病跟治病 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啊 你们总不能只说一面吧 难道 对孩子说谎吗 你们要是对我这么不满意的话 那你们干脆找别人陪队去嘛 那陪队成功了 不是不用看我脸色了 妈 和你阿姨 说的感情真是 我碰碰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 因为你妈说谎成性 满嘴谎言 更重要的是 我还没有答应让我儿子 跟你做不随意志呢 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消息 告诉你了 好了 和你 你不应该在这儿子里面 好像说这儿了 来来来 王医师 你来得正好 你跟他们说 叶子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 是不是需要骨髓移植 才能救命 你赶快跟他说清楚 让那个小伟头搞清楚状况 是啊 你出去 不要再吃个刺激 阿姨 这叫什么刺激 我告诉他 你为了他的客厅 被我闪耳光 那才叫刺激 妈 和你阿姨说的感情真是 干什么 家里 我现在这时候 你会跟姊姊 打扮的事情跟她说 让她了解她的平衡 还不走我 伍玲 妳跟我出来 我还没说我要走呢 跟我出来 你别碰我 我没说我要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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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大跟她說 我黎明接我回來 哪有事 你會等我嗎 子晴 媽 妳不要煩惱了 我的健康要有事嗎 不會 妳不要有事 媽媽就要給妳出事了 給妳的孩子在大陸做比對 結果是負責 給那些骨髓 給子晴 副作用是最好的 只不過跟佳麟都知道 但是 妳就是沒辦法 雖然合理 妳是在做什麼 意思就是懶得理妳 妳跟張佳麟昨天好生好氣 跟我懺悔 我還動了測影之心 想要幫忙救人呢 可妳剛剛跟我說話 那是什麼態度啊 那麼不客氣 張佳麟也有樣需要 對我大笑聲 我現在改變主意了 我要獨善其身 妳走 妳看她怎麼走進去 她說我去找她小孩的 誰聽到沒辦法接受 不能接受 妳就別接受啊 我又勉強妳嗎 孫子嘛 再生一個不就有了嗎 說不定因為這個 少鋒跟張佳麟 還能走在一塊呢 對妳來說 那不是雙喜靈門嗎 妳還在感謝我呢 何丽 你别跟我世纪姑娘 我也很希望 我们家可以来救紫棋 但是你还是小孩 动作补气 贴不得就这样补留了 我是不可能给你这样做 那你想怎样 一帆两灯眼吗 行啊 那你就当 从来没给我生过儿子 紫棋也从来没有 跟我儿子配对成了我 反正在叶晓风眼里面 我这个儿子都是可有可无的 是不是紫棋可怜 小小年纪就是这样吃亏 你 别生气了 别让你听说 打一招票回去让我们找母姨 紫棋不是不求我 但我就要让她这样一天 还没有招待你了 只要可以救紫棋 我让她招待 也算是有隔壁了 我没可能够点点 让她这样欲望不得 我还没办法找我 我们要用另外的方式来救紫棋 那你去试试看啊 但我丑话说的前面 要是你亲爹 没有配对成功的话 你也不要花死在那儿找我了 你直接把紫棋办护士好了 老师说你如果真是要这样见书不求 如果我这个做爸爸的死命 也没这么重要嘛 对吗 扫风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和你 你如果是白氏紫棋 我定义是白氏我 老师说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没爸爸 我做你去试试看 你去试试看 叶小峰 到这个时候了 你要逼我吗 这是你逼我 你就是要利用 孩子回来我的身体逼嘛 不然你不能逼得罪了 连我就感冒犯我的死命 妈 为什么开始了 你没需要去和你囤论 你跟家人 你都没需要这样做 走 我们去看自己 走 你一定要来啊 你一定要来啊 刚刚叶家人的态度你也都看到了 叶紫棋的命掌握在我手里 高云雀跟张嘉玲居然敢对我这么嚣张 连少峰也不站在我这边 反正你现在想办法 你要对他们施压 你希望我能做 我能做得怎样 你是医生啊 你就看看 你看看怎么跟他们说 就说叶紫棋的命只剩了一个月 或者剩了半个月 反正你就让高云雀跟张嘉玲紧张啊 让他们对我低头 我要他们跪在我面前 跟我赔罪 这么快都碰我 把他们变成手机 会有反效果 叶紫棋伤病 他们本来就应该只是求我啊 你如果是有什么不满 你去找张嘉玲啊 你有什么一直拿你的打架给孩子出口 多一个男人 可以忍受 自己妈妈 受到这种的无用 如果我都想我 我也堵不住了 不然这个夜少峰会去身带 看你老婆 也天天找你妈麻烦啊 你不是忍到现在了 这两个家庭 总共不一样 不能这样比 我只是站在男人的地方 跟你说 你如果想要 继续去对付你的打架 你早晚 会把夜少峰对你的感情笑无缘 至少 他就算是亲家动散 买一股嘴 救他的孩子 别给你闭嘴 不会的 刚刚少峰说的都是气话 我儿子现在是救叶紫棋的唯一希望 他不如说放就放 你说到这个 我还有一个小事要跟你说 你的孩子经过B队 结果是富合的 也不过他很高兴 他是一个B肝代员者 他根本就没得关心了 我儿子有B肝 那他身体会怎么样 我看他的报告 没什么大问题 定期追踪就好了 那你这个消息 千万不要跟一家人说 不然我又要被高兴棋赶出家门了 那我跟少峰的感情 一定没得救了 我现在子齐也敢用口服要做治疗 没有这么紧急 你又有担心的机会 冠军跟叶山峰结婚 把你的孩子带到台湾 这样就算了 事情以后要拨抗 你也会保障 只能这样 你跟我说的我都应该说了 没什么其他事情 我没用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有一件事要问 什么事 就是我肚子里的双胞胎 以现在的医学技术 有没有可能只留少峰的孩子 会是会 也不过风险很大 刚才说的 是胎儿发育异常 不然 我没跟他这样做 可是我肚子有曹沁的孩子 少峰对我 一辈子都有心怀借地的 那就是表现说 那个少峰对你的感情不太亲 他随时都有可能给你帮衣 如果这样 你就要替你自己 拉一些痕痕 不然就到时候 你会可以用这曹沁的孩子 去造假分材散 不可能 再怎么说 我跟少峰也还有个孩子呢 少峰不会抛弃我的 你若是想要 继续利用小孩 去对付 那个少峰中期的人 你就看他会选择你 要是说 会选择 为他自岁和高度和的情人 给大家看看